看完电影不满意 可以要求赔钱吗 你别说 还真有人这么干了 有两位影迷 在美国那个亚马逊上 租了个电影别片 花了3.99美元 这部电影名字叫做《昨日奇迹》 2019年的 导演是丹尼·博伊尔 老兄指导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影片故事讲的是 有个小伙穿越到平行空间 发现这个空间没有甲克冲乐队 于是靠着唱甲克冲乐队的歌火了 没错 就是有点夏洛和周杰伦那个感觉 话说这两位观众 康纳和彼得 花钱看这电影 一不冲着导演 二不冲着甲克冲乐队 他们是冲着预告片中的一位演员去的 安娜·德·阿玛斯 就是007无暇父死里的 惊艳女特工 就是本阿弗莱克的前女友 就是最近扮演了 玛丽莲梦露的安娜·德·阿玛斯 两个人是她的超级无敌 海景大粉丝 他们在预告片中 发现了安娜·克串的消息 于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大看特看 那一日 花了将近4美元巨资的两人 兴冲冲地观看完全篇 您猜怎么着 安娜的镜头一剪霉 她就没出现在正片里 两个人面面相去 咱俩是不是看走眼了 回去再看两遍预告片吧 诶 果然 预告片里有 她正片里没有 你这不是骗人吗 对得起我妈妈 你你妈退去 于是两人把环球影业告上法庭 这电影是环球出品的 他们声称 该公司在预告片当中宣传 这是一部有安娜·德·阿玛斯的电影 但是他们却看到了一部 没有安娜·德·阿玛斯的电影 必须帮所有安娜·德·阿玛斯的粉丝 讨个说法 他们要求500万美元的赔偿 这是给到加州所有观看这部影片的人的集体赔偿 说实话 他们的心情我可以体会 因为我也经常在预告片当中看到比如精彩绝伦 你不能错过 震撼来袭等等字样 但是看完全片发现 根本不精彩 一点都不震撼 我完全其实可以错过 也应该错过 我甚至会因为没有错过这部片 而七刀半死 这俩人大概是去年年底起诉的 美国打个官司花几年时间很正常 让我们回头看看结果 但我劝他们不必太过悲伤 你喜欢的画面没有出现在电影里 其实何尝不是一种领悟 让你把电影看清楚 我遇到的事更恐怖 关于一部电影 那我喜欢的画面 嘿 那全在预告片里 看完电影你才发现 多么痛的领悟 预告片竟然是全部 只是我走出电影院的每一部 我真的我 走得好孤独